北部都会驱视一个值得赞扬的香港规划概念 或许是因中央政府出手 特区政府首次摆脱香港以为港为中心的都会发展原则 在明日大婴之外 愿意不向 与内地融合 也或许这次的规划不周 有令人救病之处 但总的方向却未可否定 香港一直把重要的发展设施放在维港的中环 即使近年开始建设东九龙新市中心区 亦进展不佳 部分是规划配套问题 部分是与中环都会中心区的连接问题 开创新都会驱绝不是亦是 现时用北部的新发展加上元朗的旧发展 显然不足以建设一个与深圳连接的同等水平的都会驱 纵使香港相比深圳还有一些制度优势 北部都会驱面对福田 前海的已有水平和今后加速扩展的规划 且他们可集中利用深圳2000万人口 经济规模超越香港与内地紧密连接的巨大发展优势 北部都会驱指示从无到有的建设 可能还要颇长的时间才真的开展建设 怎样与资竞争呢 前海方案是把香港现有的专业优势 特别是保险 创新融资转移至前海 降低香港与资竞争的能力 特区政府扬言以科研 科技创新产业支撑北部都会驱的发展 可新田科技园区 规模小于深圳在河套深圳河北岸的科技园 更不用说深圳的其他生产业发展区 以至广州 东莞的科技群集 市场因素是近似零和游戏 优势者取胜 香港或可用政府投入来提升竞争力 可惜香港还未有科技政策 更不用说科研产业的发展规划 亦不愿学习新加坡的成功例子 特区官员奢言再工业化 却不懂再工业化的方法 途径和约制 还是沿用传统的招商引之策略 怎样可与深圳和内地城市竞争呢 专业服务逐步转移 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不了 北部都会驱靠什么来支撑都会功能 单纸房地产 却要照顾公屋 不敢明目将胆地炒卖地产 若只靠深圳内地跨境的消费 辩清不想都会驱 变成深圳与内地的消费娱乐场所 辜负中央政府一国两制 对制度与政策创新的要求与寄望 特区政府提出这个扑街的发展规划概念 希望下界及再下界政府 可以改变林郑政府的操疏 回归正规 但不是回归以来的怠慢 的规划方法与程序 更紧握时机 与深圳及诸三角认真配合协作 利用他们大发展的机会 重建香港在国内外的优势 不要让北区房价障了便算 都会担心 感谢观看